双面康宁玻璃 铝合金边框的高颜值外观 实测15瓦 无限连续30分钟 全程不降功率 额定能量转换效率高达91% 还有文波控制在90毫浮以内 这些实力证明它不仅好看 更是一款真正能打的磁吸快充利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手上这个是来自总部在深圳 同时在澳洲 英国和美国都有分布的品牌 酷秀 磁吸半固态充电宝 支架公司2014年成立 在电子配件领域一项基金 磁吸支架 无限充电底座 到这次直接把半固态电池带进来充电宝 包装盒上写得很直白 磁吸半固态 还有苹果的QI2认证 而且电芯是采用了堆叠工艺 不是传统的转绕工艺 理论上更安全 更稳定 也更耐用 但是宣传归宣传正式表现如何 好不好用等这些问题 只有实测才能回答 本期视频 我就带大家看它的 协议兼容 功率释放 效率和温波 至于内部结构 以及这颗 所规的半固态堆叠电信的真容 那就等后续的拆解片给大家揭晓 咱们话不多说 先开箱 包装盒采用的是简洁的白色 酷秀的logo 充电宝实拍图片 磁吸半固态充电宝 背面是规格信息 充电场景图片 我们直接打开包装 盒子采用天地盖的设计 产品说明书附赠了一根编织的CC线 充电宝本体 第一眼看上去 就是非常精致的感觉 充电宝非常的薄 两边都是采用的玻璃的 而且这个玻璃不是普通的玻璃啊 康宁玻璃 这种玻璃强度高 不容易碎 玻璃的外壳外面都有膜 我们把它撕掉 都是磨砂的质感 非常的光滑细腻 底部一个功能按键 这个是电量显示灯 正面酷秀的logo 半固态电池的logo QI2认证的logo PD3.0 45瓦 无线充的标识 S2 5000毫安 这是磁吸圈 整个充电宝的厚度10.6毫米 宽度为70毫米 高度为106毫米 这个磁力非常的强的啊 充电宝连线材一起重量是165.7克 单充电宝重量147.9克 这根线材17.7克 这根线材手感还是非常软的 跟苹果原装线的线材质感是差不多的 它的功率在60瓦左右 所以说咱们这期视频不对它做测试了 给大家欣赏一下这个充电宝的外观 然后我们进入测试部分的内容 下来 我们现在就是来看一下 这个产品的规格信息 产品名称磁吸半裤带充电宝 品牌酷袖容量为5000毫安 额定容量5V2.1A输出 3000毫安容量 能量传递效率60% Type-C口输入功率 最高9V2A18W Type-C口输出功率 最高9V2.2A20W功率 无线输出功率是 5W 7.5W 10W和15W 电池类型理聚合物电池 制造商深圳市酷秀通讯有限公司 中国制造上面是认证信息 QIR认证标识 美国FCC认证标识 欧盟的CE认证标识 循环理电池标识 请勿扔下垃圾桶 3C认证 3C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这就是我检测出来 这个充电宝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 20W的充电宝 协议必须要这样设置 这样可以做到20W内全兼容 高通QC3.0 5V 9V 12V 3.6-12V 华为FCP的最高功率24W 华为SCP的25W功率 三星AFC最高功率也是24W 展讯的SFCP PD3.0 20W 点进去固定档位3个 最高12V 1.67A 20W DCP SAM Apple 2.4 三个基础协议 关于磁吸充电器 咱们检测协议的话 又多了一个设备 这个设备我们主要是用来检测 无线充电的功率档位 还有检测一下QI认证的各种信息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个QI2无线充电协议 这个充电某检测出来的无线充电协议的情况 有BPP 5W Apple 7.5W PPDE 10W QI2 MPP的15W 这个充电某一共四个无线功率档位 这个就是这个充电某它的QI2认证的信息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认证ID为022058 认证的时间是2025年3月12号 下面就是各种公钥和签名信息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15W的功率是妥妥的 我们后面会做功率拉载来检查一下 这个充电宝的它的温度情况 有线充电也是这个酷秀磁吸充电宝的一个重要的功能 我们肯定要测试它的安卓手机的兼容性 首先是米家的设备 启动快速充电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15W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华为和荣耀的兼容性 显示的是双闪快充 这个应该是启动的FCP的协议 真实功率在9V的档位12W左右 也是属于一个快充 这部手机为绿厂的设备 同样是快速充电 真实功率在13W左右 也是9V的快充档位 这部手机为蓝厂的一台设备 显示的是正在充电 但是这个电压档位也是在9V 只要是9V的话 基本上都是在12W左右的一个9V的快充 这部手机为三星Loto10家 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多高的功率 显示的是正在快速充电 功率可以到14 5W的样子 也是9V的快充档位 测完它的有限兼容性 我们现在就是要做五次充方电循环 来测试它的转换效率 这个充电帽它本身标定的转换效率为60% 实际的转换效率是多少 我们马上进行测试 五次充方电所用的充电器 就是苹果的30W充电器 采集数据的仪表还是志祥的仪表 这个充电帽 五次充方电的数据全部都出来了 五次充电它的表面温度都是在43摄氏度左右 每一次充的时候我都测量了一下 方电的温度的话 基本上都是在56摄氏度左右 这个充电帽高温的区域 主要集中在这个充电口这一边 也就是这四个灯下面 五次充方电的数据都拍成了照片 放在了屏幕上 然后我把它做成表格 大家来看一下 按照我们实际充方的数据 五次平均下来为75.4% 充电帽本身额定60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它额定的效率了 这个酷秀S2额定的能量值是19瓦时 我们按照它19瓦时的这个额定值来换算 得出它的平均转换效率为90.8% 充电帽本身的额定容量为3000毫安 5伏2.1安 我们最后一次放电 5伏2.1安的功率放的电 一共放出3406毫安时 比额定的多出了400毫安时 五次转换效率测试下来 这个酷秀S2表现非常的不错 这个酷秀S2磁吸充电宝 我再一次把电充满了 这次我们就要实际给手机充电测试了 这部手机为16plus 它可以支持QI2的15瓦的无线快充 我们用它来给这个16plus充30分钟的电量 我们看能充进去多少电 目前这部手机的电量还有22% 同时我们也会监测它的温度 计时器计时30分钟 趁着这个无线充电宝在无线充电的间隙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宝的自充曲线图 这个充电宝从0到100的电 一共要花1小时50分钟左右才可以充满 它的自充电压是9V 功率在14瓦左右的功率 这个功率可以一直持续1小时32分钟 后面就逐渐的下降功率直到充满电 这个充电曲线的话 就是为一个充电宝应该有的一种曲线 已经充了30分钟左右了 50个电 减去它本身有的22个电量 一共充进去28%的电量 15瓦的功率确实是要快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温度情况 这个时候手机表面的温度为41.9度 充电宝背面的温度为44.4摄氏度 这个酷秀S2我再次把电充满了 我们这一次来采集它的有线充电数据 还是这一部16plus 目前的电量还有9% 我们直接充电 这个充电宝的电量已经耗完了 手机已经充了86%的电量 我们来看充电曲线图 一共32分钟的20瓦的足功率 再给这个手机充电 然后32分钟后变成了5V 12瓦的功率 再给手机充电 一直到充电宝的电耗完 给这个手机从9%充到86% 一共花了1小时09分钟 这样的充电效果已经很不错了 大家可知道这个16plus电池 可是4700毫安的电池 充6.1和6.3寸的苹果 更加不在话下了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最后两项测试 一个是无线烤机 然后就是充电口的有线输出纹波测试 我们现在对它7.5瓦和15瓦 两个功率段的30分钟的烤机 看这个充电宝确确确的发热情况 现在是充电宝7.5瓦的功率输出 我们计时开始 30分钟过后 我们来看它的发热情况 这就是这个充电宝7.5瓦烤机的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温度 用热像仪测试到它表面的温度最高的时候 说是在45.5摄氏度 这个温度不算高啊 7.5瓦运行的功率曲线 我把它截屏下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到30分钟的7.5瓦烤机 它仅掉了一格电啊 我们等它冷却下来 然后再做45瓦的无线充电烤机 现在是QI2的电压状态14V 我们启动1A的电流 这边同时启动开始计时 同样的是30分钟 我们待会来看它的温度 大家看这个功率啊 这个功率15瓦一直在输出并没有停 但是这一个测试仪的软件上位机出现了Bug 这个上位机这个曲线图在19分30秒的时候卡住不动了 但是这个功率是并没有停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它的温度情况 刚刚用热像仪采集到的 它的表面温度最高的时候是在51.2摄氏度 30分钟时间 充电宝已经运行的只剩一格电量了 我们这一项烤机测试 就是为了测试充电宝的极限负载能力啊 如果是负载能力不行的 最多拉个10多分钟它中15伏的电压直接会断掉 如果是大家实际使用的时候的动态负载的话 我们前面实际充电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 最高温度也就40多摄氏度 这个温度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一个测试数据都非常不错的 酷秀S2 QI2认证的充电宝 文波数据表现怎么样 我们肯定不会放过的 马上来进行测试 15瓦功率的时候 文波最高34毫伏 平均文波29.4毫伏左右 9伏档位20瓦功率 文波最高71.3毫伏 平均文波67.3毫伏左右 12伏档位20瓦功率 文波最高90毫伏 平均文波84.1毫伏左右 这么超薄的体积 文波竟然控制在90毫伏以内 非常不错的成绩啊 这款充电宝 所有的数据都测试完了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款酷秀QI2认证 磁吸半固台充电宝 机身正反两面 都是康宁玻璃 边框采用磨砂的铝合金 质感和卧实感 都比常见的塑料产品 高出一个档次 协议方面 有限兼容做到20瓦以内 全覆盖 常用的机型 基本上全部都可以适配 而无限部分 QI2认证和健全都通过了 4个公里挡柜 都能够检测出来 不存在挂羊头 卖狗肉的情况 从能量转换效率来看 实测平均转换效率 75.4% 对应标称19瓦时的 额定平均转换效率 更是高达90.8% 在同类的超薄磁吸产品中 处于上层的水准 并且五轮测试数据 波动极小 逐渐内部电源管理系统 和深压电路的调校到位 实际体验方面 给iPhone 16 Plus 无线充电30分钟 补均具28%的电量 直接拉到86% 这个无线和有线的充电表现 也是非常在线 温控表现方面 30分钟的烤机下来 虽然有热量 但属于可接受的范围 尤其是15瓦无线功率 30分钟 没有出现过热 而掉功率的尴尬 有线输出的文波控制 也是非常令我意外 整机这么薄 却能把文波压到90毫浮以内 这在磁吸充电锚里面 属于相当优秀的水平 说明内部电路设计 确实有功底 综合来看 这款酷秀QIR认证磁吸半过台充电宝 双面康宁玻璃 铝合金边框的高颜值外观 实测15瓦 无线连续 30分钟 全程不降功率 额定能量转换效率高达91% 还有文波控制在90毫浮以内 这些实力证明 它不仅好看 更是一款真正能打的磁吸快充利器 如果你需要一款外观出众 支持QIR标准 又能提供稳定15瓦的 无线快充的磁吸充电宝 酷秀这款产品 可以放心入手 无论是日常的通勤 还是旅行补能 都能带来轻薄便携 又可靠的使用体现 特别是内部的半固态电池 留在拆解篇 我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它堆叠式工艺跟卷绕式工艺 优点在哪里 测试为了了解 拆试为了真相 认真车摘客观出租 我是李火车摘 非常感谢各位老铁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有你们的陪伴 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 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